他第一次來的時候是我剛好國小 大概四年級還是五年級 他來的時候剛好是當主任 然後呢 我有跟那個校長 退休校長跟兩位朋友 我說 欸校長你怎麼會想要來這邊 過你的退休生活 他說 他剛來這邊教學教書的時候啊 他其實身體不是很好 然後他就發現說 在這邊一兩年之後就發現 身體好像變得越來越好了 有沒有 所以呢 他就 當他當完主任之後 就又回到城市裡面去進修還是幹嘛 回來的時候又選這個地方當校長 然後他就是退 就是教完校長 就直接在這邊退休了 所以呢 他就 他就告訴自己說 啊 那我要退休一定要選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 可是你在這個地方 你也總不能每天發呆嘛 對不對 所以校長就說 那我種甜甜好了 他本來只是想要種一小塊哦 誰曉得他越粗越大有沒有 他就是先從蔬菜開始種 然後再來就挑戰 那個栗子南瓜 那他跟我講 他一次種栗子南瓜 大概八十顆 甚至一百顆 很多 那當時呢 栗子南瓜其實還蠻難栽種 是因為 早上第一件事情 他一開花的時候 你就要必須去幫忙人工受粉 那他才會長那個果實 要不然你沒有人工 所以一個蜘蛛 搞不好只長一顆南瓜 所以他就必須五點多 就起來去幫忙受粉 然後栗子南瓜 他也做得不錯哦 後來在六年前吧 他就開始挑戰那個火龍果了 對對對 然後像2015年的蘇迪勒台風啊 那時候是產量很多 然後剛好路又短 那那時候校長真的很頭痛 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剛好很多大學生啊 高中生有回來還有部落情念 就說校長不用擔心啊 我們就一人背一幾箱 就下山了這樣 所以很多年輕人就幫校長 把他的農作物呢 就搬去下山去正常的出火這樣子 所以呢 呃就是因為這樣子 大家跟校長的感情也越來越好 所以校長啊 他每年就是 呃如果比較難看一點 覺得邁向不好的有沒有 他全部都會發給部落的人來分享這樣子 對還不錯的一個老師 那他就知道了